开源远端桌面系统 AnyDisk 那如果你对远端桌面系统有一些资安的疑虑 想用开源的系统 我们介绍这一套 AnyDisk 这个软体 那你在Google 底下搜寻 AnyDisk Download 就会到这一个页面 那我个人使用的是 Ubuntu 系统 所以我们选择 本来在最上面 然后我们选择下面这边 然后选择 Debiya的 Ubuntu 就是4位元 选择下载 那这样这一套 他就会下载一个DB 再 他就看到这一个DB 那我们的安装 安装使用 dbkg-i AnyDisk 这个 输入你的密码 那他就会装完 如果有缺少一些套件 我们采用 sudo apt-f install 这个指令 把缺少的套件装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 AnyDisk 这一个 远端桌面系统 进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 英文界面 最前面它是一个英文界面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英文界面 那你切换的时候 就请你选择 进来以后 右上角 这一个setting 把英文改成 繁体中文 然后你离开这个程式 重新再进去 它就是一个中文界面 如果你要去控制远端的电脑 那就请远端也执行这个程式 把这个码 把这个码 告诉 你就可以了 那你在这边要输入他的这一个码 他这个码 要执行AnyDisk连线的时候 它会跳出这个画面 这里你输入对方的 AnyDisk的位置 这一串数字 执行之后它会 告诉你有这个 数字 这个数字 对方有这个数字就可以 连进你的电脑 你输入对方的号码 连线 它会连线中 然后对方的电脑会跳出一个要不要接受你的连线 就会问清楚 所以你也不用特别担心说 你的电脑 会不会无缘无故遭受入侵 那在对方电脑跳出这个画面的时候 对方要按接受 那它才会可以连进来 像它这样已经连进来 我就连到另外一台电脑上面去 那一台电脑也执行了这一个 AnyDisk的程式 这样就可以直接 操控对方电脑 协助它 解决 我们各项的问题 这是AnyDisk的连线 所以这个数字 平常 平常如果 这边你看一下 你也可以设计密码 这边你可以设定 我们现在目前开放的设定是 你这个程式AnyDisk执行起来才会被连线 第二个 连线的时候会跳出 询问的视窗 你必须 这个 那换一个方式来说 如果你想说我有控制 另外远端的桌面 我希望它自动连线 那你就必须设定 密码 必须设定密码 甚至你可以设定 允许 存取的位置 哪几台电脑可以存进来 这样子 隐私跟安全就会相当的 周全 都在设定这边 就可以仔细去看一下 它的做法 简单来说就是使用这 一个序号 这个号码位置 可以跨 NAT来操纵 对方的电脑 谢谢大家 这边 我可以看你 这个阳 也不错 因为你能用这些 我可以看你 他们在这边